WOW WOW WEST 呵呵 你看今天呢一開始我們要先感謝 這集的 衣食父母 鄭成集團 他們是台灣RODE的代理商 他們呢 人超級nice 他們又寄了一個新玩具 給我們做測試 現在呢我就是用這個新玩具 在錄音這個新玩具是什麼呢 如果你沒有看YouTube你絕對不知道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新麥克風 RODE PROCASTER 那現在大家聽到的聲音呢 都是這隻新麥克風錄的 那我現在切回來就麥克風讓大家聽一下聲音 這是我們平常在用的 SHURE SM7B 那種這隻超貴貴到翻 然後比另外一隻貴的 快要8千塊吧 嗯 可是這隻聽起來的聲音其實已經非常好了 對不對 聽起來BASS聲音很大欸 你的聲音變得超級有磁性 就有點像 就是你知道感冒聲音變很低沉這樣 好那我假裝一下今天感冒好了 所以今天大家聽到我的聲音就是這樣子 不過 真的非常感謝他們喔 他們就是一路以來 幫我們解決了許多技術上的問題 還有器材上的一些疑惑 然後我們都沒有辦法做什麽回饋他們欸 對 我們就頂多說謝謝你們 然後就 就這樣 因為他們也沒 因為他們就是 呃代理商啊 所以他們 他們做的是品牌形象啊 對他們做的是品牌形象 不過我真的很推薦大家這隻麥克風喔 如果你自己要做 呃錄音也好 那個做做Podcast 或唱歌 或直播 我覺得這隻麥克風應該會蠻適合直播的 因為 價格 應該還算OK 嗯 就是算是高端啦 不過錄出來的聲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Oh my god 我現在就是聽到用這個麥克風 你現在好興奮對不對 就是新玩具今天錄起來 反正今天我整個就是精神亢奮的狀態來錄音齁 而且而且這隻麥克風就是他的造型 你知道下面就是黑黑粗粗的 然後有一些紋路 剛剛看一直摸一直摸 看起來像變態 嘿嘿嘿嘿 如果大家有心裡想看的話 記得去IG看 我把影片放上去好了 你這個念煩 哈哈哈哈 好我今天就兩個麥克風一起錄好 走雙頭龍路線 哈哈哈哈 好像我們還沒有放到 還沒有開始錄音 太可怕了 天啊 我今天真的要用兩個麥克風嗎 可以啊 這樣好像很累耶 不會 我嘴巴張不了那麼開 兩隻對著你的嘴 你就嘴張大一點 可以的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準備囉 每週日晚上六點鐘 全國廣播FM106 您現在收聽的是 百靈國NEW所示開例 This is Ken 我們會用百靈國雙語的方式 與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聞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好 對不起我現在還在興奮的狀態 我知道你現在還是非常興奮 因為今天廣播的聽眾 如果沒有聽到我們一開始 前面的那些內心話的話 其實今天我們收到一個新玩具 有一支新的麥克風 所以我現在用新的麥克風在錄音 聽起來的聲音可能跟平常有點不一樣 請大家跟我們講說 你到底喜歡這個聲音 或者是覺得舊的比較好 那你就到我們的Instagram上面搜尋 把靈國NEWS 然後跟我們留個言或私訊一下 好 這禮拜呢我們先開始 你為什麼一臉放空 我整個就放空啊 你只要一講器材 我就是放空啊 不干我的事啊 好啦 完全體驗不到你的興奮 我們來念一下那個 今天的新的留言好了 好我選好了 你選哪一個 我在重度留言之中 一眼就看出 我跟這一位聽眾是真愛 因為他馬上就寫到我想聽的重點 好這一位聽眾叫 Elan58OK 他的標題叫做 不知不覺成了教徒 他說2018年底的時候 選舉過後沒幾天 他平常都讀 都聽導讀 然後就發現 那次沒有更新可以聽了 都聽完了 隨手按下 熱門的百靈國 一聽嚇一跳 這政治立場這樣是可以講的嗎 怎麼跟我一樣 這麼政治不正確 從此就黏足到現在 非常感謝這位聽眾啦 Yeah 好那另外一個讓我來念好了 他的名字我念不出來 不過他說我們是他的精神糧食 他說呢 最近一個月才開始聽Podcast 所以廣播的聽眾 如果你在廣播上 miss掉我們上個禮拜的節目的話 你可以到網路上 搜尋百靈果news 我們所有的廣播節目 都有放在網路上 你可以去收聽 那個東西就叫Podcast 所以一開始他就是到了Podcast 這個平台上不知道要聽什麼 所以他看到我們的Logo的時候 一開始還是非常抗拒 因為他覺得說我們的Logo很醜 然後名字又很奇怪 結果他現在天天都在聽 有空就拿出來聽 那他說現在他根本是中毒了吧 而且他說他現在是高三升 那他講的話跟我們 之前有另外一個學生跟我們講的一樣嘛 他說我們在節目上分享的這些國際新聞 許多呢在模擬考上面都有拿出來考到 所以他非常謝謝我們 嗯 太棒了 太棒了有幫助到你們 趕快幫我們推薦給你的同學 然後 對啊推薦給同學吧 讓他們也可以吸收到國際知識 考模擬考都能考個100分 可是你知道因為有時候高三的學生 當然不是說這位聽眾 有時候就會有一種比較心態 想說 欸我知道這個小秘密 所以我的時事題都會中 就是要藏起來 不要讓大家知道 沒關係啊 他們聽的極速可能跟人不一樣 哈哈哈 沒關係畢業以後就可以講了 哈哈哈 好然後再來是 我覺得有件事很不公平 什麼事 因為你今天用這個新的麥克風 我覺得你的聲音 聽起來比我有磁性 那你要換嗎 讓我非常不爽 我轉過去給你啊 我不要 真的可以耶 我覺得我本來的聲音就可以 跟你批比了 沒關係 有這麼厲害嗎 好吧 那我們先開始講這禮拜的新聞 杭州市政府最近宣布 將派遣100名政府官員 進駐阿里巴巴、吉利、Wahaha等100家企業 對 一個報道風租發表 project 對 and boost the local economy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Zhejiang. It is the latest strategy, signal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effort to transform the country's economy. Its core strategy, made in China 2025, aims to catch China up with its economic rivals in high-value industries, such as robotics and aerospace. 拜託,我在念的時候,你不要一直換行, 或者是三行,我整個眼睛會跳掉。 沒有,少在那邊看,你原本就有這個狀況。 根據媒體的報導, 此次命令是杭州政府新製造計劃的一環, 目的是為了刺激製造業以及在地的經濟, 也是中國政府試圖實現經濟轉型的最新策略。 它的核心策略叫做中國製造2025, 則是以帶動中國高價值產業如機器人及航太產業的發展。 Despite claiming that the move in杭州 is no more than an innovative economic strategy, insert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inside private firms further raise concerns about state influence at Chinese companies. 你看我剛剛都沒動,你還不是打劫。 可是我發現我前面幫你翻的好像有點錯, 等一下你看一下。 好,雖然政府說不會干擾公司的創新以及運作, 但是安插政府官員到私營企業引發人們對政府干預企業的擔憂。 對,第一句錯了。 诶,我看一下。 Despite claiming the move in杭州 is no more than an innovative economic strategy, 其實應該要說是政府今天做這個政策, 其實不算是一個創新的經濟政策。 It's no more than 。 對啊。 所以就不是多餘。 所以就是不只是。 不只是。 不只是一個創新經濟的一個策略。 但是它這樣的一個做法, 對,因為政府還是要決定要安插官員進去嘛。 所以大家還是會覺得很擔心。 那基本上他們就是一百個人, 一百個政府官員會進去一百個不同的公司嘛。 那這一百個不同的公司呢, 裡面有許多非常非常有名的公司。 像剛剛我們就有講到有什麼娃哈哈。 對啊,娃哈哈到底是什麼?不知道。 娃哈哈超有名。 娃哈哈你就想像是中國的可口可樂一樣的有名的品牌。 所以大家在那裡不喝可樂都喝娃哈哈。 不是不是,就是你喝的其他飲料都有可能是娃哈哈做的。 就像康師傅一樣,可是更大。 所以他們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飲料、水啊什麼的。 對,娃哈哈好像,之前I forgot, 不過他們就是非常非常大就是了。 然後還有其他公司,我們這次沒有講出來的,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個叫海康威視。 那他們就做了很多,海康威視好像是做監視器的嘛對不對? 對。 然後還有螞蟻金服,你知道螞蟻金服是什麼嗎? 是做支付寶的吧? 對對,就支付寶。 然後再來是網易。 網易。 網易是雅虎嗎? 類似雅虎的公司。 所以就是搜尋引擎嗎? 不只是搜尋引擎,他們就是也有做content providing, 他們就是有做自己的網站,有網易新聞, 中國的新聞我很常看的一個APP就是網易新聞, 所以讓我可以更加了解中國發生什麼事情。 還有網易也有blog,然後也有視訊、視頻。 所以他們做非常多的東西,就像雅虎一樣。 所以我想大家可能,有些聽眾不知道是杭州啊,雖然這是杭州市政府, 但怎麼會有這麼多大公司? 其實杭州就有點像… 矽谷一樣吧,你就把它想成像美國矽谷。 對,有點像,或是以台北市來講, maybe內科吧。 對。 就很多科技公司,都會在那裡住人。 所以杭州其實現在物價高,然後物價也超級高。 嗯,就是那裡很多科技新貴。 對對對。 不過這次政府大動作,派了100名官員到這100家企業, 其實幾乎每一間都是非常大規模的企業, 不管是你知道通訊設備啊,或者是金流、飲料。 吉利是汽車嗎? 吉利我不知道是… 吉利我記得好像是汽車欸。 真的嗎? 對啊,所以他們基本上是大型企業,他們就是… 不管你是什麼產業。 所以,在中國根本…我覺得這就是美國人根本不懂中國的地方。 為什麼? 就是,你看,美國以前都覺得說,啊,他們的private company 跟那個state-owned company, they're different, right? 所以他們就說, if it's a private company, it's private. It's not influenced by the government at all. 他們其實一直不知道,我覺得… 因為我之前有聽了一個interview,就是… 一個對中國研究很深的學者,然後在跟Joe Rogan在聊天。 他,Joe Rogan是一個美國的podcast host,就網路電台的主持人, 在聊中國這些公司的營運。 然後那個專家就講到說,啊,中國的企業其實怎麼樣營運的, 說,其實根本沒有在分,說你是私有還是國有, 雖然形式上是有,可是國家真的要做什麼的話, 你私有的也沒有用。 然後那個主持人整個就下巴掉到桌子上, 他說,怎麼會有這種事情,怎麼可能? 他這樣子自由經濟在哪裡? 然後他說,there are communist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Right? 然後他就,oh my god, I totally forgot there are communist country. 因為中國這幾年來一直改革開放, 然後走得非常快,走得非常前面, 大家都看到他們光鮮亮麗的那一面, 可是都忘記他們骨子裡面的一些, 政府的一些掌控的一些機制。 對啦,但我覺得這就是政治風險啊, 對啊,你去那裡做生意, 你就是要承擔這個政治風險, 不然怎麼辦? 不然怎麼辦? 對啊,不過我想要再問一下, 我們剛剛講到那, Despite claiming that the moving hongzhou is no more than an innovative economic strategy. 我們終於要做英文教學了,請繼續。 對,我們剛剛是說, 雖然政府宣稱這只是一個創新的經濟策略, 我剛剛是這樣講嗎? 嗯嗯嗯嗯。 所以沒錯嘛, 我很怕講錯的東西, 因為我們最一開始第一個, 我自己翻的是錯的。 好,那以後不要再幫我翻了, 好可怕。 對啊。 呵呵呵,sorry。 OK,所以其實, no more than 沒辦法, 你今天看別的東西看太久了。 只是。 雖然政府宣稱它只是一個, 刺激創新的經濟策略, 好,跟大家說一下。 OK。 那我想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們上禮拜跟大家分享的那個, 塔利班的新聞, 其實我們在上禮拜講完之後, 塔利班又在阿富汗攻擊了許多平民百姓, 因為要選舉了吧,對不對? 對,沒錯, 他們在9月28號也就是, 呃, 這個禮拜。 昨天? 昨天要進行政府大選, 那塔利班呢就是其實在, 最近一直不停的狂攻擊, 那想說他們, 呃, 攻擊越多, 大家就越不敢上街, 不敢去投票, 那不敢投票, 大家對民主的制度, 可能就, 信任度不會那麼高, 因為, 真正會出去投票, 就是某些人的支持, 支持者, 或者是狂熱分子嘛, 所以大家投出來的結果, 不一定是大家想要的。 呀, 對。 所以跟大家更新一下, 那, 有什麼最新的狀況, 我們也會跟大家分享。 好, stay tuned, stay tuned, we'll be right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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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